大家好,今天會做一個日式的汁燒雞扒 材料會用到清酒、味淋、豉油和少許的京蔥 先調好汁,分別是兩湯匙的味淋和酒 一湯匙的豉油和水 調好汁後,我們就可以處理雞扒 先把雞扒印乾淨的水分 然後在肉的一面,看它的厚肉可以切一刀 順便切斷根 在厚肉的位置切深一點 目的就是煮的時候,令它更平均熟 好,兩塊雞扒肉的麵都處理好之後 我們輪到做雞皮了 我們可以用叉或者用刀 在雞皮裡切洞 待會煎的時候,皮下的脂肪就更容易走出來 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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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餅 不好意思,剛剛忘了開機 切完蛋糕後,就白鑊放雞扒 先煎雞皮 煎到金黃色之後才好收手 大約3-4分鐘 似乎你的火力都差不多了 反轉去肉煎一兩分鐘 上一上色讓它香一點就可以了 你見到現在的鑊有很多油 我們可以用紙巾索乾它 或者倒起它用其他用途 如果是涼味的話 我就倒起它拿來炒菜 現在為了拍片好看一點 我就好一點拿一張廚房紙 鑊一鑊雞油給你們看 鑊現在只剩下一點油 我們可以倒醬汁下去 我們可以推翻大火 滾了之後又調回小火 然後我就加兩小小精蔥 之後再加兩茶匙的砂糖 一路現在調回小火 讓它慢慢收汁 滾了之後 大約煮了五分鐘 等一道用來煮 如果你們想稠一點就能繼續煮下去 我們攤一下雞扒後 切掉它 大約攤五分鐘 用适量的刀切,不要切得太細,可以保留多一點肉汁 上碟後,放少許醬汁在表面 如果有蔥花的話,還可以灑少許上面 這道菜適合這麼熱的天氣去煮 大約20分鐘,一樓 喜歡我這條影片的網友,請按讚我,訂閱我頻道,幫我分享出去,拜拜!